聯合國官員到新疆訪問遭大量譴責 北韓確診人數大幅下降 官方媒體說致命率極低 中國地方銀行100億存款拿不出來 100萬人受害 俄羅斯媒體說莫斯科仍未放棄進攻基庫 日本與馬來西亞譴責侵略 反對中共南海的擴張 字幕提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9日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應中共政府的邀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 這星期進行了對中國、新疆等地 6天的正式訪問 在訪問結束後的28日 巴切萊特召開了記者會 期間說中共向他保證 被認為是在教育營的職業培訓中心已經被拆除 相關做法引發了各界大量的譴責 根據聯合國的說法 巴切萊特前往了廣州、喀什和烏魯木齊 還訪問了新疆喀什地區的一座監獄 巴切萊特在發布會上說 這次訪問不是為了進行調查 而是為了進行一些呼籲 他還說 沒有辦法估計新疆監獄 和培訓中心系統的規模 希望北京的反恐應對措施 不會侵犯人權 相關的說法引犯了外界的震驚 人權活動者譴責說 巴切萊特這次訪問將成為中共媒體宣傳的資料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德批評說 這位高級外教官未能就一些最嚴重的人權問題發起挑戰 令人無比震驚 各國議會聯盟中國問題協調員普爾福德說 巴切萊特打錯了所有音符 這次訪問代表了對維吾爾人權問題的失職和背叛 外界譴責中共在新疆集中營關押了百萬維吾爾人 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譴責中共在新疆問題上犯落了種族滅絕罪行 在巴切萊特訪問前大量來自新疆集中營的檔案資料流出 其中包括了很多集中營裡令人震驚的生活圖像 德國媒體德國編輯部網絡的報導提到 維吾爾人遭到打壓的消息已經存在好幾年 在整個中國人權和人性的尊嚴都遠遠被排在對黨的忠誠之後 一個政權使用國家恐怖主義的做法絕對不是正確的做法 當局將拘留營粉飾為改造營甚至是教育培訓中心 這種做法更是過於惡毒 北韓在5月中旬首次通報疫情病例 全國確診人數單日增加一度超過40萬人 不過在17日後北韓當局說疫情感染正在得到初步控制 並且鼓勵民眾增加免疫力抵禦病毒 在28日北韓官方最新通報的單日確診人數大約為8萬8千人 比較前幾天已經顯著減少 政府官方媒體說Omicron的致命率只有0.002% 通過自身免疫力就能解決疫情 北韓中央電視台的公開報導顯示 北韓政府要求北韓民眾出現症狀之後 不要用抗生素 當局還製作動畫片 鼓勵北韓人通過多運動增加抵抗力 北韓中央台的宣傳片說 根據研究 如果躺在這裡一天 肌肉會下降2% 當局還說 政府每天都在對水和垃圾進行消毒檢測 蓄水池和水管也是防護對象 北韓官方公布的資料說 在Omicron疫情期間 該國大約有310萬人確診 其中68人離世 有270萬人已經康復 北韓多家媒體統一表示 疫情已經獲得初步控制 對於疫苗的立場 北韓官方媒體和輿論口徑 都已經從必須接種轉變為非必要 另一方面 南韓媒體韓聯社透露消息說 在26日晚 有30部火車從丹東開入北韓 裝載的物資大多數都是醫療物資 有消息說 有一些是提供給北韓社會精英成員的疫苗 已經送達平壤 據信是來自中國 這些疫苗的品種並沒有被透露 消息人士說 一些平壤和建設國家項目的士兵獲得了接種 對於這些說法 金正恩的政府宣傳說 這些是對來自政府的不漏的愛 在5月28日 多家媒體報導說 中國的安費和河南等地區 都出現了地方銀行 禁止客戶提款的問題 導致大量民眾為權抗爭事件發生 據悉 在河南 謝城黃淮村鎮銀行 宇州新聞生村鎮銀行 固鎮新淮河村鎮銀行等多家銀行 客戶普遍反映了 存款失蹤的問題 日經新聞綜合大陸媒體的消息說 這些銀行的儲戶大約有100億元人民幣 沒辦法拿出來 受影響的人數大約有100萬人 很多儲蓄戶因存款失蹤發起維權 有抗爭的民眾說 在維權過程中 自己被標注皇馬限制活動 在支付網頁上 有一個叫教育支付的網友說 因為存款拿不出來 他去河南進行維權 自己的健康馬明明是綠馬 但到了宇州維權的過程中 離奇地變成了皇馬 被當地人員以防疫的理由驅趕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說 出現問題的川鎮銀行 都通過互聯網的第三方金融平台 吸引大量用戶購買存款產品 其中包括百度的杜曉滿 小米的天星金融 中國人壽控股的 濱海國金所等知名平台 多家問題銀行都由同一家企業 河南新財富集團控制 這家公司在今年2月註銷 評論人士何旭告訴希望知聲聽 這些銀行不給錢的事件 可能已經成為新一代的P2P騙局 藉助銀行的平台 詐騙逐步走向官方化、常規化 在此之前 這些川鎮銀行 突然不約而同地在網絡平台 開啟存儲服務 時隔沒多久後又集中不給錢 顯然是早有預謀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跨塔 銀行積累大量壞賬沒辦法收回 一些地方小的銀行 索性準備吸收儲戶的資金止損 然後逃走 根據中國銀行協會的數據 截至2019年 中國有1630家村鎮銀行 掌握1.69兆人民幣的資產 日經新聞報導擔憂 如果地方銀行危機沒有金融機構介入 可能會引發更大的信貸遺約 俄羅斯媒體近日報導說 儘管近期的俄軍表現不如預期 哈利姆林宮仍然有想法 對烏克蘭首都基庫再度發動攻擊 當局甚至希望這次新的攻擊 能獲得勝利 在此之前 莫斯科的軍隊一度推近基庫 但無法推進戰線 在27日的報導中 俄羅斯獨立新聞網站《梅道澤》 用3名消息人士的話說 俄羅斯的最高領導層 沒有放棄基庫這個目標 不僅是哈利姆林宮內部 俄羅斯執政黨團的高級領導層 也是如此認為 不過 莫斯科目前仍不知道 應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根據美國《軍事智庫》 27日發布的評估 目前俄羅斯正在全力攻擊 盧金斯克和敦涅茨克地區 可能還準備加強哈爾科夫以北的軍力 司徒阻止烏克蘭的反攻 而烏克蘭軍隊 繼續在敦巴斯地區維持防禦 減緩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前進路線 長期持續的戰爭 導致俄羅斯的後備軍力變得缺乏 28日 俄羅斯取消了職業軍人的年齡限制 這是為了招募更多平民參與戰爭 業界指出 這是因為俄羅斯在戰爭中損失慘重 根據英國和西方軍事專家的評估 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中的人員損失 超過蘇聯在阿富汗九年戰爭中的損失 在俄羅斯撤出攻佔基庫的軍隊後 基庫的生活恢復了基本上態 在5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 基庫舉行了慶祝城市日的活動 烏克蘭政府說 俄羅斯的侵略已造成烏克蘭的重大損失 損毀了超過2.5萬公里的道路 幾百座橋樑以及12個機場 導致該國35%的經濟停頓 超過30萬公里的土地被炸彈和地雷污染 國家的GDP因俄羅斯的入侵減少3至5成 當局呼籲 侵略者必須為他們造成的破壞付出代價 國際社會應該凍結俄羅斯的資產 將他們沒收轉移到烏克蘭 共同恢復我們的國家 在28日上午 俄羅斯總統普京收到了 來自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舒爾茨的電話 兩人敦促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扎林斯基進行認真談判 並呼籲釋放在馬里烏波爾鋼鐵廠投降後 被關押的大約2,500名亞束營守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馬來西亞首相雅各報 共同宣布反對任何侵略國家主權的行為 雙方譴責俄羅斯入侵沃克蘭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 並呼籲解決中共造成的地緣政治壓力 日本共同社28日報圖說 在兩國建交65週年之際 日本和馬來西亞領導人 這星期舉行會談 呼籲建設守法的國際社會秩序 雙方除了討論烏克蘭危機 也討論了南中國海、北韓、經濟和國際交流等問題 岸田文雄說 他強力反對任何中共政府單方面 改變東海和南海局勢的企圖 藉著這次會談 岸田尋求馬來西亞在印太地區的支持 在會議舉行之前 日本和美國、南韓、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 簽署了印太框架協議 以達成對抗中共在亞洲影響的目的 日本外務省說 作為回應 《雅國報》說 希望與日本進一步加強戰略夥伴關係 政界普遍認為 印太經濟框架 將會對中共政府的軍事和經濟影響起到壓制作用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第二27號說 美國希望用這個組織來孤立北京 他認為 這個組織是一個真正的政治集團 在這星期較早的時候 美國總統拜登敲定了協議的框架 他說 印太地區的新框架 有助於幫助美國在供應鏈、數字貿易、 清潔能源和反腐敗等領域 和亞洲國家更好的進行合作 對於中國多家村鎮銀行存款凍結 儲蓄互長期維權的問題 你有怎樣的看法呢? 這節的新聞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在當日節目發布的時候 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語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事情 起來 Vi��만 我們下一次的小鈴鐺 我們下午前的聽說 見過的 wal掉 數字 我們下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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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下午後 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 kita 不用下午後 我們下午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